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打击 是盲盒那天吗 我跟你说盲盒的坎过不停了 对 怎么还在说 但是有坎就赶紧说出来了 所以那天我看到没有线之后我就 有点失落是不是 不是有一点 不是非常 现在蛮失落的 对 因为我那天看了八封信 我忘了俊良有几封 反正其实俊良写的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在表达上会比较直接 然后简单 我是那种我会先反应或者回馈 我能直接感受到的感受 所以我就那天正好趁着机会就上去看了他的那个 和自己的东西 然后跟他聊了一下 就想说既然已经了解到这个程度 那就再继续了解一下 我是想看看他对 情感方面的 这个 他自己的想法呀什么的 嗯 我也挺想看你的盒子的 但我觉得你肯定是挺有故事的 我是想说 留到某一个顺其自然的契机再去 聊这个事情 然后后面不是出了第二个盒盒吗 我就想说 那你这个这个机会又到我手上 那我主动一次 就给你啊 然后今天就邀请你来 现在就还好了 嗯 嗯 我觉得 多一点沟通吧 多一点了解 多一点不一样的认识 对 也算是我主动 抓住一次机会是吧 对对对 因为 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被动 就是 其实我觉得 贝贝是在用这个机会来说一件事 就是 他之前从俊良那块 得到的信号会更多 会更主动 而从 CEO这块 得到的信号 并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 其实他们俩更需要 反正 感觉两个人 都需要到自己那种安全区了以后 才会 卖出那 才会说出来 对 其实我们说在约会当中 有一种叫鸡尾酒会效应 是什么意思 人越多的时候 那你只对你最关注的信息感兴趣 或者这个信息对你发散的越多 你越能够接收到 就比如刚刚贝贝说 我可能得到俊良的信息会更多 那我就会关注就会看到 因为这跟我现在有关系 而我没有听到的 没有看到的信息 我是没有办法去关注的 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 他也在告诉给CEO 你也得多给我点信息 对 你要不给我信息 我听不到 我看不到 对 我看不到 你怎么让我主动再去关注你 是的 秦耀贤 你喜欢一个人要更主动地给他释放信号 你不要管他会怎么想 你自己的信号释放要到位 还是得敢打敢拼 对不对吗 沙老 敢打敢拼 因为像我的性格在接触到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会在内心里有个小本本 然后给这个人加分减分真的会 内心戏特别多 对 然后自己内心然后跟他接触 然后要相处很久 然后直到到了这个觉得自己 特别适合自己的时候 才会走出那一步 但是就有一个危险 这个危险是 在你在这上演内心戏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很主动地释放了很多信号 因为接收那个人的信号多 就去那儿了 行吧 我这猜肯定没信 其实那天我敲门问你那个盲盒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 心眼已经就是在这儿了 就是 这对我来说其实蛮难的 所以你以前也是很被动了 完全就是很被动的状态 就不知道该怎么迈出这一步 迈出这一步也会觉得这样做会不会 给对方压力 就是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很多决定可能 我们直接沟通的时间太少了 然后那信又不是当天能看到 对 所以很多信息是有误差的 那可能当下我接收到的信息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那么做了 就跟着自己心走就好 不用想太多 如果你所有人都要顾全 那你可能就顾全不了自己了 嗯 对 以前的恋爱里面也是会女生主动一些吗 其实我那一段恋爱怎么说呢 算是比较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没有谁去追谁 就是我几乎没有主动追过女生 所以你有时候看着她着急吗 我之前谈过最长是四年 之前的那些感情经历 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我 我会比较希望有 能够一直陪伴下去的感情 那土相星座就是特别特别想要这种 会把这些放在自己感情需求的第一位 对 它一定是稳的 它不会是飘忽不定的 对 这个我是同意的 稳定 之前我一直开玩笑 我说 到了三十岁就是我未来工作最后的五年 就是我想工作到三十五岁我要退休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离开家太久了 忽视了太多生活的东西 所以现在 所有的一些付出也好 就是其实想为了以后 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定和 理想中的一个生活吧 就一直会有那个画面就是开闻 然后你会闻到一些 你喜欢的味道吧 你会闻到一些生活的味道 然后 你会看到 有人可能哪怕就是坐在那边等你 就是这个场景 经常会在脑子里面 嗯 我看了你的箱子 对对对对 你什么时候看了 这我看完信我就看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懂 因为你带的那个你箱子里的东西我也自己也带了 你也是那个 我不是那个 但是我带的同样的东西放在我床头 就是会有一个习惯 可能自己有一个习惯的味道吧 然后会带那个东西 所以你要告诉我还是让我先猜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先猜 因为我在来之前我会觉得可能就到一个新的地方 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就是能让我觉得 找到一点家感觉的东西 嗯 所以就是一个香味 因为家里面可能都是那个香味 所以我就把它带来了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 意思 不是 我放这个东西是代表我之前的一段 感受跟 回忆 反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之前的故事然后 回忆相当于是 对 对对对 那现在还会用那个东西吗 不会用那个味道了 不会用那个味道了 完蛋 那是曾经的感情 对 其实我准备一个东西给你 嗯 我去我去拿一下吧 好 凤几天 不似乱 看得出来是什么 送他这个味道的香薰吗 这个 毯子还是围巾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嗯对 因为我在看了你剧本之后 然后我就在想 因为安全感这个东西 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 然后那我自己在 处理安全感的一个方式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个 因为我沙发上也会放个毯子 但是我没有买到毯子 就是一个差不多一个替代品 类似于像小披肩一样的东西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后你闻它的味道 哦 为什么 你是喷了那个香水 对 我是买了同样味道的香水 然后喷在上面 这香水我有 是吗 我最近都在喷 所以我刚才问你味道 我说你现在还会用吗 你会介意吗 哇 你说那个味道的时候我就吓死了 我以为说我再也不想用这个味道了 没有没有 我自己还在喷 那就还好 好看的 那冷的时候就可以搭一下 披一下 洗完就好 用心了 还喷了 喷了香水 因为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现在我对你的认识 哇 他觉得一开始可能是觉得是一个 就很运动 然后很有那种 不一样活力的一个女生 然后但现在我感觉是 很懒 不是吧 是温柔 就是温柔 对 温柔 是一种温柔的颜色 最起码是现在我对你的一个新的认识 他俩今天的对话的有效性挺高的 应该是应该我来 来之后最放松的一天 我也是 之前还想东想西的 现在就感觉也不用再想什么了 你是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 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 我想谈恋爱 我来纪念一下这里吧 我来纪念一下这里吧 好久没有看过这个了 我觉得日落实在是太迟了 好美啊 很久没见过这个节目 我来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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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的酸臭味 我不想看到 你看到了吗 小鹏 现场就有一个叫周杰琼的人 也是重度黑风铃恐惧症 没有啊 轻度 轻度 好的 还是在渴望爱情 老渴望了 所以你个人品牌 你做的怎么样了 我呀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18年开始做的吧 然后当时就一瞬间起来的蛮快的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 哎 做生意这么简单啊 然后 前年的时候 可能因为我自己性格的原因吧 就是一些法律条文 就是没有研究得很明白 然后签合同的时候就 没有看得很明白 然后就被 疯了 对 然后就整个非常糟糕 然后也经历了那种 就是 把所有东西都卖掉的那个 发工资 所以也经历过 还创业失败过 就是过来之后会觉得很好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 就会觉得很难熬 挺好的 那你之前为什么会转到健身房呢 就是 你觉得模特 因为我觉得 不够稳定 而且 累了 心累了 但是放下这个 是需要挺大的 想法的 就本身你是 有这种梦想的 有 而且我做这么好的原因 是因为我爸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他看到我 就 我俩都不爱讲话 就不会跟对方 讲感情 就是说多爱他 多爱他 但是 感受得到 他有跟他朋友讲说 不在什么杂志上有出现啊 或者是 赞来出现啊 就是你觉得 得到他的认可 是蛮开心的事情 对我来说其实很不好意思 就你那天真的太晚回来了 本来还想跟你喝酒呢 想跟我喝酒 对啊 好 所以你平时很爱喝 没有 因为那一天 就是想喝酒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天是我爸 周年 收口那天啊 对啊 一周年吗 去年三月走 我没有办法回去 因为疫情 然后他走 他走 我本来一直以为我还有机会 就是 再 本来有一次机会 你说回去看一看 不是 就是 他在 观众席上 我在台下 然后走一个 巡回 我就是 也是因为发生一堆事情 然后就没回去 但是就 其实挺遗憾的吧 对啊 哎呀你不早说 我回来了也可以 没有 没有 没有吃的 那我也可以喝两杯呀 你知道就是 就是愿意和一个人 去分享自己的 就是 平时藏得比较深的那些事 最悲伤的时刻 对 对 把我最大的脆弱展示 给我最爱的人看 对 包括 花花的创业的失败 然后刘明凯自己 父亲的去世 和自己 在父子关系上的遗憾 能够聊这种话题 其实对感情的促进 是特别有效的 我们说最好的爱就是 我能把我最脆弱的部分 给到你 其实爱的这个事情 包括身边要有男朋友 女朋友或者是爱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 人总要有一个渠道和出口 你要把自己最软弱的那部分拿来 去倾诉 去交流 而爱人就是最好的那个人 对 对 恰恰在你最软弱的时候 他保护了你 对 所以我觉得他俩今天的 你看每一段都觉得 他们今天的那个 交流极有价值 你喜欢玩火 想说挺喜欢玩火的 不直接这种 劈里啪啦劈啪啦 就看着很爽 嗯 所以你要给你的男朋友打多少分 男朋友有点菜 啥都不会 就只要叫我做 五分 五分 一会儿自己回去了 一会儿自己回 我先走了 还有另外五分 我想看你晚上接下来的 表现 表现 对表现 现在你给我打几分 给你打八分吧 毕竟我这个人比较nice 不像某些人 坐视不留余地 不是我吧 为什么我是八分 因为我今天搭照个朋友烤肉 对 辛苦 没有用的 这一次的约会其实挺开心的 而且对于花花就更多了解 更了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还挺好的 整体来说虽然 虽然是交换身份 然后都是我在做的事情 但无所谓了 开心最重要 一会儿 挺好的 起来 你当时歌单反正都挺好的 走吧 谢谢 谢谢 聊聊 这里坐这 我坐里面 好像坐里面吧 你看到他俩的状态有点像两个小朋友 像真的像 大学生 对 你要觉得聊你就垫一下可以 我盖腿了 拿他们的毯子垫 你好 我们点下单 你也看 然后我们刚才吃的这个两个锅 对 点了一个番茄肥牛 对 泡菜炒饭 好像差不多 就这么多 先来一歇吧 好 谢谢 好 不客气 所以你这样跑去海边吗会 嗯 人在悉尼的时候跟朋友会一起去海边吗 我会有想象过那种就是 悉尼的海边吗 我给你找一找 应该有照片 就这样的 那个泳池 就是可以去游泳 可以滑吗 嗯 可以啊 这是山 这是蓝山 这是帮迪海船 很美 等疫情好了可以出去玩什么 可以啊 去海边 去开车吧 是啊 嗯 嗯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夏天 嗯 唱歌呢 哈哈 这个鲤鲤花 吃起来一个口感 跟鲤鲤花一模一样 你要不去那个什么吧 做那种 美食高度 哎对对对 美食评论员 什么 配花大师 嗯 做什么呢 拿这个啊 我就要坚持 我就要拿这个 好 很有毅力的孩子 嗯 做这条一例 绝了我觉得我们俩这个会 就别说聊什么话题 我们能拌嘴拌一晚上 嗯 全是段子 段子说 嗯 哎你刚刚说你是一个很会坚持的人 啊 啊 鸭子突然上转折 什么声音的转折吗 不是不是 问你点真心话 嗯 嗯 那你还会坚持你一开始的选择吗 问到点子上 车零天终于问到点子上了 你是不是现在 今天 包括昨天有点 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这个 我问自己还在思考 我问自己还在思考 就是说实话 你有没有想过二十一天可能会有 在一起的 有啊 我有想过这不就是目标吗 现在呢 现在吗 现在 七七一点期待 在观赏 嗯 那我知道了 其实七七所有的这些都是试探 对 七七又不傻 嗯 她肯定知道俊良之前一直是对贝贝感兴趣 她知道那肯定是吧 所以她所有的话都是在有所指 但是每一次期待都是落空的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嗯 就是贝贝抽到你的点是什么 你看 哇 好直接 这是可以聊的吗 这是可以问的吗 有点共同话题吧 就是约我一起下班啊 之类的 主要是时间比较match 所以当时聊的比较多 嗯 当时觉得她有很反差 嗯 就是 就是虽然是一个职场精英的一个形象 但是感觉她在那边也比较 安静 安静对 然后可能是会比较温柔 然后让人想照顾的一个感觉 嗯 嗯 嗯 所以你是喜欢 我想照顾别人 嗯 好 你就大声说 我很需要被人照顾啊 我喜欢照顾人的感觉 那来啊 你照顾我啊 或者说我也喜欢被照顾的感觉 我也喜欢被照顾 嗯 不是你不想想人家七七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 你在这儿瞎操什么星的看着吧 哦 行吧 来 我碰一杯 来 先说碰什么 今天开心吗 今天 勉强 你看都这么说了 点点点 点点点 好 来 来 爱情 我觉得可是我聊了好多东西 我觉得我今天很惊喜 你看嘛 琪琪 那我问一下 周小姐 既然你提到了 就是你试探对方的心意 会怎么试探 试探是试探 但是我试探不一定说 我特别喜欢他呀 你不喜欢你瞎试探什么 不是 就是我肯定也是有喜欢的 但我不一定是那种 特别确定的我就是喜欢你 而且他这个特定情境里面 他还有这么多男的 他肯定是每个都要试探一下嘛 我们说恋爱当中 有一种叫猫须效应 其实类似于那个 我们挑殃格 往前走走 然后往后退一退 女生其实所有都在试探 其实琪琪一直在试探 对 所有都在试探 她其实试探想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我看我能不能 最后真的主动出击 其实琪琪在叠加 我问的所有问题 代表我能不能向你去表白 但其实她说到的所有效果是说 可能俊良没有给她那个意思 拉扯 所以她就不敢去不敢像您说那样去主动表达了 到现在俊良好像没有给她特明确的意思 没有 是吧 对 下饭 吃香菜 可以 我很喜欢吃香菜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四季三餐 就慢慢地回归了平淡 你看是琳琳这计划的 这个考验你这个三十年四十年的过程 铺墙线的 真是 那你你你做这边 你做这边 来 哎呦呦呦 谢谢 那我做这边了 好 湖南菜我觉得是下饭神器你知道吗 对 我帮你翻顶菜 好谢谢 好吃的 对 你要不要尝一下这个臭豆腐 你之前吃过吗 当然吃过 嗯 嗯 好吃 嗯 你到一个地方会 打卡美食吗 还是打卡景点 还是一起啊 打卡美食和景点一起 是吧 嗯 这位是 到哪先搜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我是去之前全部做好 是吗 嗯 做一个 列表 嗯 去哪 几点 吃什么 这么有规划 嗯 上午去哪 下午去哪 晚上去哪 那如果跟你一块去的人 打破了你的这个节奏 你会生气吗 也还好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规划 其实没有那么 严慈和饭 是吧 实际的话 其实有些景点 可能赶不上 或者是怎么的 嗯 那我们也会觉得啊 错过也是一种 风景吧 嗯 嗯 明白 嗯 哎你这两天要注意到 我在信里面 哦 你没看下去吧 哦 你看到他信了 嗯 哎 应该有一封信 我已经做了改变了 你在 那个下面画了一个那个 嗯 嗯 请问那是啥 看得懂吗 就是大概是 就是 想去的地方 对啊 聊过之后 哎呀 对吧 那些你不是说的 苏州古城 但我没去过 嗯 我也是特别好奇 所以我那天就说 嗯 那就 打个卡吧 我说 我说不管怎么着 就最后 不管最后怎么着 就是难怪我自己一个人 我也去把他 最后如果真的写了 写了很多地方 我自己一个人把他打卡了 完成 嗯 然后就 一言就一的写了 我把我那份攻略给你 哈哈哈哈 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拒绝了吗 你接下来有 就是你有很多 别的地方旅行 想去的地方 是还没有去过 但一直很想去的 嗯 南京吧 你没有去过南京 我没有去过南京 我连工作都没有去过南京 我去年去了两次南京 那你会自驾游吗 不会 你就是在市里开车是吧 我没上过高速 嗯 我没开过高速 你是 你是害怕还是 就是没有需要 开高速的机会 啊 啊 再远一点就得飞 哦 而我一般 两百 两百公里范围内吧 我觉得开车是最方便 所以一般两百公里内 我会选择开车 嗯 那稍微远一点我也不爱开车 所以你不喜欢开车是吗 我喜欢车 我那天是说过吗 我说我挺喜欢开驾驶的感觉 哎呦多好 嗯 就我觉得这次 我自己想去哪就去哪 我也不需要 等谁来接我 我也不需要 嗯 哎呦 我一直想问你 你是 你是不喜欢这样有速度感的运动 还有还有什么摩托车呀这种吧 就就我自己而言我会觉得 越来越危险 嗯 就是我 我 我反正不会去玩这个 嗯 嗯 对 当然了 很没有什么女生去玩这个 啊 我的关键是 其实 我 我需要强迫对方 一定要去 喜欢 或者是 哪怕是 我觉得就中立就好了 你 你不支持都没关系 就只要允许我有这个存在 好像相亲啊 那天的状态已经不舒服了 身体往后撤 我觉得是聊得有点批了 尴尬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爱 那可能两个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我觉得 就差不多啊 这很好 就是一既是独立的个体 又是一个捆绑的整体 我觉得特别好 嗯 得赶紧往回招吧 嗯 那不一定两个人非得什么都一样 哎呀 就 那我觉得还挺无趣的 嗯 啊 这实在敷衍是点头 嗯嗯嗯 嗯 在接触当中 我觉得她 是很向往自由的人 包括她喜欢的这些运动啊 然后她的生活啊 都是还还挺自由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差异 是还蛮大的 就是这个是我还蛮顾虑的一点 嗯 她说这点说个好几次了 你想想玲玲在这三部曲里面 这一部叫啥 四季三餐 她想要的是平淡 稳定 对 然后那个喜欢速度吗 另外我不太懂啊 就是你说是不是 也不是说天生下来两个人的性格 就会有这么大差异吧 咱们经常会说 婚姻是在一个合适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 其实这个人随着年龄 随着自己人生经历 她是每一段恋爱是变的 对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有可能玲玲以前 她也是一个热爱自由向往 什么是快乐 可能现在年龄 或者她的经历到了 她想找的是稳定的了 只不过在这个时候 她遇到的这个人 不是她想 是个速度的 想要的 是的 是不是 是 还有一个就是 她的目标性太强 以后她就会有失落感 对 而且玲玲的状态 很像现在很多年轻人 我们叫黑凤梨恐惧症当中的 剧本是恋爱 就是他们会对 他们的恋爱 有一个固定化的要求 比如说这个男生 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设定 今天要说什么话 穿什么衣服 跟自己应该有什么样 一个互动 当他们把对方设定 在这个角色里边 如果对方一旦不满足 他们可能就会失落 会很难受 可能就不愿意 跟对方再次去互动了 比如说三餐四季 那好 这个人我给你聊 柴米油盐 对 你就给我聊聊 平平淡淡就好了 我这会儿是希望 你能给我信任 依靠 那你的手就得扶着我 给我信任依靠 对 早上那个场 你就必须得篮球少年 哎呦 那就是你演技 一大口温呢 这一下涉及到了您的领域 你换我也 但我篮球少年 这块我有点忐忑 你说四季三餐 这是我最擅长的 对 我努力吧 努力 我努力 你觉得凯开怎么样 就因为她刚来吗 凯开 嗯 又有一个难题 人像了我 没有 凯开挺好的 好题吗 什么挺好 上来就发好人卡 你俩都挺好的 就凯开就是 就是朋友 就挺好的 我想不出 什么其他的话来形容了 嗯 你说我们男生 会不会担心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点 嗯 有危险感的时候 对 然后哇 一米九处在那儿 对 然后又健身 什么 小丸皮倒是很直接 对 然后又会做饭 大家都说嗯 所以我就 那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问你 啊 啊 啊 因为我没有跟她 有太多时间接触吧 嗯 你去过四楼了吗 啊 嗯 去了 看谁了 谁了 我不说 哈哈哈哈 我不说 那看了谁的 就看了小顽皮的 嗯 哎呀 嗯 灵灵为什么不告诉她 不问她护照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证明她不想知道她什么了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吗 什么神奇的事情啊 就是看一个人的 嗯 记忆碎片 是的呀 是很神奇啊 嗯 对 因为那个吸引量太大了 所以我第二天必须要长得掉 我消化不掉 你就看了我的记忆碎片之后 嗯 嗯 那个视频的时候 你可能情绪到哪了 我当时被带的情绪也会有一点沉 我觉得 反正哭的是 当时我在那个环境下 我觉得看着挺心疼的 我说哎呦 哎呦 这可怜的又了 哎呦 我也是饱了 我把这个吃了 我们什么人差不多可以 对 差不多可以了 对 女神提走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好 若有所思 有机会坐你开车 让我感受一下 你今天在这儿吹来吹去的 自己神 长沙小车神 对 我去长沙的机会也蛮多的 下飞机给你打电话 我没有任何回忆 接机不咯 接机咯 接机咯 呃 那就等一等吧 嗯 好 嗯 一种不祥的语言 这不也有这种 我觉得玲玲给我的感觉 就到现在为止 就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玲玲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她还是把自己包裹得比较死 就是其实你明显能看出来 我抛除的问题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现在情绪有点大 就不知道怎么 吃饭是在我心里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她问出来的问题会让我觉得 不是现在这个阶段和节奏我想聊的话题 其实这个节奏会让我心里有一点点不太舒服 我跟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太多 嗯 更多深层次接触的机会 我就希望还是对其他的朋友多一些了解吧 我觉得今天玲玲不太那个 这个女孩现在逐渐走入下头的路 她一开始她出现在篮球场 她说怎么是你呀 好像就不是她期待的人 是吧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玲玲在整个车上的时候 她的眼睛也没有盯着笑良看 整个手臂一直在抱着 并且她的脸上整个都是很焦虑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她好像对于笑良并不是特别的感冒 特别是在这次约会当中 对 而且我能感觉到 她们在小屋里 其实她们是希望通过这21天 都了解一下 对 接触不同的人 她们俩一开始 可能接触的就有点多 太猛了 以上 所以她恰恰她想通过这次 难得的第一次约会 了解一下别的人 就是玲玲不希望 现在就绑得这么死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她确实可能 从年龄上和从生活的状态上 和她想找的那个人 是有出入的 对 她不是说她不欣赏她 不喜欢她 但是这毕竟是个婚恋节目 要恋爱 要恋爱 对 要认真的恋爱 要恋爱 要往更远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相当于得多观察一下男嘉宾 是的 回来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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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哥 哈哈哈哈 你看七七多高兴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去的哪 去的做 做手工 啥表情 这楼上放一下东西 我要换一个衣服 你陪我上去换一个衣服 嗯 好 想换个裤子 你信吗今天 出乎意料的感觉好 你看我们七七 你跟她两个人相处和她在就是一个大家的氛围下跟你相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单独相处一定是另一面的 嗯 现在是感觉到她就很纠结 她现在现实是真的有点 你说的那句话特别对 就是你说我这一周末之后肯定会感触特别的变化特别的大 我又说好这了 哈哈哈哈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I've been losing all kinds of memories to unusual faces I've been letting go of the moment cause I don't wanna face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哈哈哈哈 嗨 哈喽 哈喽 你给我我自己去上去 我鞋在楼上 去上楼换吗 对这一点很奇怪 但多刀一点 你看他俩状态好今天 你知道这是啥吗 他俩是深度最ok的 加油啊 不是这是醋 他俩已经过成日子的感觉 上去休息一下 我的体力耗尽了 好亮突然 真的没人呢 嗨 有人吗 谁回来了 哈喽 哈喽 但是有超市的东西应该是回来了 没有人回来过 有人回来过 有人吗 谁回来了 我听到贝贝的声音一下就有反应了 你看李俊良的神经有多紧绷 贝贝有点慌 慌张 对 回避她 就给你妈拿什么去 她眼睛想看也不敢看 你是不是有花瓶啊 有 我等会儿拿给你 好 你们回来还挺早呀 对 我们就是想着说 把东西买回来再吃 要不然就太晚了 她跑太快了 好伤点 一 二 三 四 六 一 二 三 四 六 出 Prim 都 happening 是吧 mana 对 一 好失落 走了 我自己坦白地告訴你 我真不知道該怎樣面對你 或者跟什麼私語 來表達如此魯莽的假設 他們將被告知他們的青春只是一個夢 你有充分的理由為你將撒的這個謊而感到羞愧 不從版本 不從故事 區別開來的不同人群 階級 性別內部 在這個意義上 生物決定論是對生物的一種精確反應 迷霧始終籠罩著我們 但從實際束縛中扔扯和靜止的事情 是一種恥惱怪的方式進行 階段最好 自由軒 從實際幾乎 您覺得師父 這個是自己的 我都得跟着你走 沙郎 你懵啥呀 这多清楚呀 这一轮 是你 你那有答案还是答案 我没答案呀 就是太清楚了呀 我知道今天晚上 你都知道了 我基本上 我现在有点糊涂了都 我跟你一组 张老师 我跟你一组 我觉得我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那你俩各带一组 你这肯定不知道 你看这个 我是谁 我是谁 我赢了这吧 又赢了是吧 来吧 各位朋友们 下面让我们来进入到 本期清晰无比的 一刻活拳 爱情线索 活力追踪 我们再把规则说一下 五位嘉宾自由分队 分成两队 分别推理 猜对最多的队伍 将每人获得一份活力支援 每位嘉宾面前摆放着 一刻活拳火山杯作为容器 每期获胜队伍的嘉宾 将会得到一份活力支援 倒入一刻活拳火山杯中 象征为爱情注入活力 我们所有的节目结束之后 杯中活力支援累积最多的朋友 将获得一刻活拳提供的神秘大奖 我来一桌 当然来一桌 加我一个 咱们三桌 好 你俩一桌 行 小鹏你选择 我要不加他们就 可以 三对三吧 行 首先这俩肯定得互选 然后她给她 咱们先把简单的话了 贝贝这俩是很明确的 对 互选吧 她肯定不给她 会吗 会 她俩 然后她俩也是 嗯 但这个 我觉得她还是给她 来一个体面的告别 所以我有点含糊 你俩商量吗 还是你觉得像早上的时候 她要给她 我觉得不一定 选后来怎么样 你不要 试一会 为什么呢 咱得跟她们补一二 咱得赢 跟她们补一二 一二还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你确定啊 错了 我把我那个给你 嗯 你完了 我们赢了 好了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各自的答案啊 来 亮出来 为什么俊良给七七 我给你一个 强有力的理由吧 我们就想跟你选的不一样 哇哦 好有幸福力 那咱们不给她解释 没事 我们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来吧 各位 下面让我们来进入 一课活拳 恋爱走向 揭秘一课 这个不用考虑 这个不用考虑 蒋老师 谢谢你的仅此一次的相遇 今天是更加了解你的一天 尤其一起学习华尔兹 让我很难忘 让美好的生活慢慢发酵 是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晚安 陈老师 好 这个不用说 这不用说 不用看 都不是在点 所以我给贝贝 给贝贝好长地封信哦 积攒了多少天呢 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 有花有海有日落 最重要的是有你 好 好 她的票我们俩不一样 赛典来了 俊良肯定还是给贝贝 我觉得不一定啊 按理说她应该给琪琪 能把今天一天 去让大家都过好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 看 今天海边很舒服 但是风有点冷 这么一句意味深长 冷的是风吗 冷的是心啊 今天很开心 你呢 主要是画了一把花 还挺可爱 我们都知道你们要选谁了 花花肯定是凯凯 今天天气很冷 可是又被暖到 两个人都说到了天冷 但是你看冷和冷 就是不一样的冷 好 又来了又来了啊 是另外一个赛典 是另外一个赛典 看我们是打平 还是二比零 打平就是人人都有 对 这是谁的 不知道 好像是那个谁 那个 小顽皮 二比零 感谢一起完成 仅此一次的相遇剧本 思考了一下 当下更重要 因为明天的事 后天就知道了 今天辛苦了 什么叫明天的事 后天就知道 就是明天就跟他没关系了 发好人卡了 对 今天辛苦了 好 七七给的是俊良 希望你越来越放开 享受接下来的每一天 开心地做花瓶吧 这个不用看 贝贝肯定是给自由的 好多 通过今天的沟通 我也更了解你 和你的想法 今天的海边和日落 非常的美 感觉很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平凡的一天 一切都刚刚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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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是 好吧 后天就知道了 分东西 张老 恭喜你 得到了一颗活力之缘 谢谢张老师 张老师的是两颗活力之缘 我这一颗 然后现在呢 咱俩都是四颗 这么多了 姜还是老的辣 有的时候不一定自己对 但是总是和 总是和知道的人合作 拿走 等着你的 拿走一个 说到做到 给你一个 我能追上来知道吗 给 那秦潇贤现在一颗 三排有几期 好多期呢 还能注意回来吗 来 朋友们 我现在最担心 最担心的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七七 又没有信 开始移默了又 开始移默了又 没有收到票呢 是意料之外 但无所谓 不重要 只要今天这个过程 这个第一次的约会 是还算美妙的 就够了 这是第一次正式的约会 哪对的约会 让你印象最深 我还是喜欢 CEO跟贝贝的这个 小孩可能更感同身受一点吧 因为我老能听到他们说安全感 但是可能 对于我来说 我感觉可能是一种归属感 他们两个一直在找一种归属感 其实一直在这种边缘 他们也徘徊了得有七天了嘛 现在突然找到了这种 能两个人面对面 职工职令的把心里话 一口气都说出来 我觉得他们互相都找到了归属感 通过今天的这期 你学到了什么 考试 我学到了什么 是不是下次应该敢打敢拼一下 行 不是 你就是从CEO的这对里 你自己也觉得 他们把话说开了也舒服 对 是舒服 我也知道 就这会儿最舒服 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孝良和灵灵 因为我是个人 原来觉得他们俩还挺搭的 挺好的 但我没想到这个约会 灵灵会把未来的这个人 和此时现在这个人的状态 就突然间给他分割得这么的清晰了 这是我觉得相对 因为我们也都年轻过 也都幼稚过 作为男孩 然后我觉得内心当中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撕裂 我觉得 因为我还觉得孝良挺在意灵灵的 挺在意的 嗯 每对约会都挺好的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今天的七七 我喜欢七七的勇敢 我喜欢七七在面对一个男生的时候 敢于直输胸义 把自己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 并且她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到快乐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七七 我希望七七未来有好的发展 嗯 我喜欢花花那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相处非常的自然 然后两个人都很主动 都是很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就有问题特别想问的就问出来 碰到一些送命题也会直接去答 然后也会讲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一些 自己的内心里的东西 所以我是个人很喜欢这个的 嗯 而且回小屋之后 他们的相处模式也很自然 对 蒋老师呢 哎呦 我之前挺磕灵灵和笑良的 但是眼看着好像这一期 他们要掰了 就是 哎 看起来要掰了就很很无奈 但这一期我心又磕起来了一个就是 凯凯和花花 我觉得他们那个互相 跟对方透露自己的软肋那一点 我还挺吃的 就是看起来两个人 开始互相信任对方吧 嗯 我们为什么叫唤醒期 大家都要大胆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不分男生女生 也不分谁应该更主动 每个人都应该积极的被唤醒 每个人都应该面对疑惑 每个人都应该主动的去表达 有什么问题及时的沟通 有了反馈 才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四个女孩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像玲玲 她这次体会了 从浪漫 然后到信任 契合 一直到后来的那种平淡的生活 贝贝呢是明确地说出来了 她希望有稳定和安全感 然后花花通过这个交流 收获的是坦诚和理解 而七七呢 我觉得特别好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七七给我们表达了她对爱的憧憬 表达了她在爱情面前 和可能到来的情感面前的勇敢 通过这次的约会 我相信大家对彼此都有了新的了解 那么下个星期 在小屋里面究竟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希望各位持续关注 感谢各位本周的陪伴 本节目由 喜欢你每一刻的一刻活拳 独家冠名播出 一刻活拳 伊利集团荣誉出品 这里是 喜欢你 我也是 是 幻醒记 感谢各位 下周见 你们都要给你打开了 好恶心 我就喜欢这样 我想走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差一点点 激起了我的胜负欲 还想跟你们 这是第五个女生吗 啊 来了 第五个女生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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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听一下 哈喽你好呀 我想见一下 杰斯克在月亮房 哇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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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随客 看喜欢你我也是第三季 更多精彩短视频 电视大屏 看喜欢你我也是第三季 就用奇异果TV 爱奇艺 微博微信 搜索豆芽表情 获取喜欢你我也是第三季 同款表情 上爱奇艺便知 跟阿球老师学喜剧 让幽默为恋爱加分 苗懂百科 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 快速了解节目信息 百度搜索 喜欢你我也是 看更多精彩内容 放心卖手机 就找爱回收 全国千家门店 回收更方便 上念念手账 记录你的恋爱日常 参与喜欢你我也是 首账活动吧 不开心就来搜 搜APP 一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感谢微博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百度百科 凤凰网喜马拉雅 新浪新闻 扎克尔爱回收 速率美美娱乐 吃瓜不吐香蕉皮 余老爷 旅火娱乐 火星小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打开微博 进入喜欢你我也是话题页 参与唤醒我也是活动 为你喜欢的CP 连线配对吧 好奇特地 好奇特地 好奇特地